對 我認為我們過度樂觀 我認為料敵從寬綠己從嚴 很多事情要認為我們這個不夠 那個不足 這個要加強 這才對 我們現在感覺到我們證券在握 趙老師講得很清楚 那個在這個武統的狀況之下 這個中共一直不要武統 但是武統始終是個底牌 難道現在為止沒有ADIZ 沒有海峽中心都過來了 一定會核戰兩手 他一定在武德戰方面 他不會鬆手 問題是我們準備好沒有 我們短板 我們有哪些短板 我們把它列出來 從我們的短板來努力 那我們從軍隊來看 我們軍隊短板多不多 也蠻多的 三年有八千多個軍官士官士兵 他不幹了 離開了 為什麼呢 當初不是滿腔熱血 他現在賠錢 我還差幾年 差三年 我賠三年的錢 他離開 為什麼 他跟原來的期待是落差很大 他就不幹了 退場了 現在有退場機制 那為什麼三年有八千多人 那很多 第二個 為什麼我們這兩年的招生跟招募都不夠 招不住 你看軍校的招不滿 那軍隊也招 招生 我們講的招募 招募也不必 全部隊也不是在戰訓本物 都在忙招募去了 為什麼 你如果招不到 那你部隊裁掉 那壓力又大 我要保存我的部隊 趕快去招募 跑高中 跑學校 跑工廠找年輕人 那變成這個樣 那進去變成到哪裡去 這些都是問題 這些都是短板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 我們的這個士氣夠不夠 夠不高 有沒有請蓋倫武來看 剛才趙老師講得很清楚 可能有一半人要打 一半人不打 為什麼 軍隊是按照中華民國憲法效忠國家 我們就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版讀是包括大陸 中國大陸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這很清楚 現在很多的你看為什麼 陸軍官校簽到臺灣七十四年了 為什麼也在講黃埔精神 為什麼講鳳山精神 他還是大陸那一套 他還是講黃埔精神 我們發表黃埔精神 是這個樣子 所有軍哥還是一樣黃埔精神 是這個樣子 換叫軍隊他是按照憲法來走 那如果沒按照憲法 那軍隊可能會不會打仗 你問所有的國防部長 願意保護臺獨 他都是站在一種 這才是有負面的 另外一個這個軍事問題 那麼多短板之外 我們的打仗不是光是全存軍事 那還包括了我們這些設施 我們的民間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基建夠不夠 民生基礎建設夠不夠 這個也是問題 那我們講能源好了 我們天然氣只有十天的存量 我們的石油只有半個月 我們最多最多是煤 因為我們是火力發電 四十天夠不夠 我們打仗還要打那麼久 你這個都不夠 你這個有沒有說加準這些 這些存這些貨 其他糧食我們不要去談 有沒有去做這些 無論真的要做 第二個醫療 打仗一定有戰傷 剛剛美國的兵推都很清楚 我們的死亡多少 戰傷我們全國的目前 大小醫院的病床 十四萬都還不夠 你要擴充到二十十萬 你打仗你成立野戰醫院 不夠打仗現在的這個活力的殺傷 是非常的大的 我們可以從烏克蘭戰爭 可以看得出來 你現在醫院的病床都不夠 只有十四萬都不夠 你要成這樣二十 可是將軍有沒有可能 就是剛才講的那幾種情形 就是在老共 在要發動戰爭的時候 因為我們本來一些設想 都是希望能夠包括源頭打擊 包括你在渡海的過程當中 就能夠先解決到多少 盡量減少攤頭登岸的 就戰攤頭登岸 然後接下來剛才明天講說 國外還有軍事專家 現在開始講說要不要打 所謂的城鎮防禦戰 當然我們不樂見到那一塊 所以以您自己的了解 我們是有能力能夠好 因為我不知道美國 到底他們會不會持緣 可是現在看起來 大家都在講說 臺灣有事 日本有事 然後臺灣有事 菲律賓有事 臺灣有事 美國有事 就是在這種情形下 我們有可能是在 發生戰爭的時候 或是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甚或不要讓他在攤頭上 甚或在我們臺灣本土上面 進行這場戰爭之前 想辦法把這場戰爭結束掉 有可能嗎 對 一定要這個樣子 他們靠樓樓會掉 靠樓的人會跑 這些日本因素 美國因素 美國幫助 他們來幫助我們很好 多多益散 是這樣 但是我們不能靠他們 萬一他們幫忙 我們怎麼辦 我們要想要最壞的打算 可能事情我們都是樂觀 美國一定接入 日本大陸都接入 大家都對我們很關心 當然這是很好的事情 我們也希望是這個樣子 但是千萬不要依賴他們 依賴心越重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萬一 別人在 這個我們的朋友 敵人對我們壓力很大 我們的朋友稍微一猶豫 戰機燒中 以你瞭解的狀況 現在老共有能力 達到完全的拒止作戰嗎 就是他能夠讓 讓老美的航空母艦進不來 沒有辦法在那個狀況之下 因為我們傳統上都覺得說 只要發生 就算老美要來 譬如說 九六飛彈危機的那個時候 也是兩個航母群 然後直接過來 或類似像這樣 就現在老共有能力能夠做得到 他不讓包括美國或日本 就算你們想來幫忙 我都讓你們幫不了嗎 他們做得到這點嗎 他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美國跟日本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此一時彼一時 因為中共軍力強大了 他也有三大優勢 第一優勢 地雲優勢 因為就在我家旁邊 臺灣跟大陸最近距離 一百四十公里 那美國跟日本相對的遠 那雖然遠之後 畢竟變成敵遠我近 所以中國大陸的地緣戰略 他有這方面的利益 第二個數量的優勢 因為中國大陸他是數量 這另外一回事 數量我們知道 他有時候 我不能一直取勝對米美國 但我一定要取勝 蚂蚁雄兵來對你這個 鋼鐵大軍我來逐步摧毀 也有這方面的 也有這方面的能力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臺灣這邊兩千三百多萬人 有沒有這個雄心壯志同舟敵開 目前我認為心防 還有這個心理武裝思想武裝 這是我們的短板 我們去年的時候 把這個義務儀推出來 希望義務儀是一年 社會上沒有一片叫好 有的人說多少 趕快提早當兵 趕快結案不要再找我了 變成這個樣子 總會這個狀況 另外我們國防衛戰夠不夠 我們國防衛戰有沒有像以色列 我們的威脅比以色列要大 以色列國防衛戰 是在他國民總生展 四點二 我們只有以色列一半是二點一 一到二點二之間 那我們如果達到以色列的標準好了 以色列的標準的話 四點二的話 就將近是一兆臺幣 我們現在的國防預算 加上五年的海空戰力 加強計畫 也只有四千億 我們這樣還差六千億 因為一分錢一分貨 你沒那麼多錢 你有多大的國防力 另外一個我們戰場設計不對 臺灣的戰場設計是在臺灣 美國的這個西埃塞冰推跟南德公司的冰推都在臺灣 怎麼可以在臺灣呢 臺灣四個四周環海 在這個狀況之下 那王的戰場設計在哪 是他要來打我 這個我們的遠程制壓 源頭打擊 源頭摧毀要去做 這個是一個第一道防線 我們要三道防線 你不管凱達格蘭防線 這個福爾摩巴沙防線 或者是莫納武道防線 你把他定好 一定要在劇德彼岸 他的機場雷達站 關通系統 廣口 他要過來嘛 一定要從哪邊過來 他不能從東北過來啊 他要潛注到這個福建 或者是浙江南邊 或者是廣東的北邊 第二個 一定要臺海決勝 他一定要 不管是空中海上 一定要臺灣海峽 為什麼不是在臺海決勝 我們在臺海就戰場嘛 我們反而我們有能力做到 對 有能力做到 讓他讓他在臺海決勝 讓他不要上來 最後一個第三道 你這博案跟灘案 剛才不是講海湖寶斗錯 或還有這個甲南海灘 或者是南部的喜宿海灘 或者是十四個這個紅色海灘 你這個地方 博案跟灘案 他總要上來吧 你一定要在臺國灘案 最後一位逼兵一卒 在灘案上戰時 不能讓他上岸變成橋頭堡 橋頭堡之後 戰力展開之後 那我們的難民都還在 烏克蘭一千三百萬難民 四百萬在俄羅斯 九百萬在歐洲 那我們的六百萬難民 去哪裡 這也都是問題啊 將軍